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苹果人工智能研究进展 智能手机大型语言模型 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竞争 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下降 个人设备上运行LLM挑战 苹果的人工智能研究表明 其有意迎头赶上大型科技竞争对手 Financial Times 苹果最新的关于在智能手机上 运行大型语言模型的研究 清楚地表明 这家iPhone制造商计划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 迎头赶上硅谷的竞争对手 该研究论文名为闪电般的LLM 研究人员写道 它提供了解决当前计算瓶颈的方法 他们表示 这种方法为在内存有限的设备上 有效推理 LLM铺平了道路 推理是指大型语言模型 对用户的查询 做出回应的方式 聊天机器人和LLM 通常在比iPhone 具有更强大计算能力的 大型数据中心运行 该论文于12月12日发表 但在AI研究人员展示 他们的工作的热门网站 Harding Face 在周三晚些时候 突然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这是苹果本月 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第二篇论文 并且在此之前 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使如Stable Diffusion之类的 图像生成模型 能够在其自家芯片上运行 设备制造商和芯片制造商 希望新的人工智能功能 能够帮助恢复智能手机市场 该市场在过去十年中 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估计 出货量下降了5% 尽管苹果在2011年 推出了最早的虚拟助手Siri 但在OpenAI 推出突破性聊天机器人 CheckGPT一年以来 苹果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 一直被许多AI界人士 视为落后于其他大型科技公司 尽管该公司在2018年 聘请了谷歌的顶级 AI高管约翰 吉安德里亚 微软和谷歌主要专注于 从其庞大的云计算平台上 提供聊天机器人 和其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而苹果的研究表明 它将专注于 可以直接在iPhone上 运行的人工智能 苹果的竞争对手 如三星 正在准备明年推出一种 新型的人工智能智能手机 Counterpoint估计 到2024年 将有超过一亿部 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 智能手机出货 到2027年 40%的新设备 将提供此类功能 全球最大的移动芯片制造商 高通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蒂亚诺 阿蒙预测 将人工智能引入智能手机 将为消费者创造全新的体验 并扭转下降的手机销售趋势 他在最近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到2024年初 你将会看到 许多具有多种生成式 人工智能用力的设备推出 随着这些事物的规模扩大 它们开始对用户体验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并促使新的创新 这有可能在智能手机上 创造一个新的升级周期 他说 更复杂的虚拟助手将能够预测用户的操作 例如发短信或安排会议 而设备还将能够进行新型的照片编辑技术 谷歌本月推出了其新的 Gemini LLM的版本 该版本将在其Pixel智能手机上 本地运行 在个人设备上 运行CheckGPT或谷歌的Bard等大型AI模型 带来了巨大的技术挑战 因为智能手机缺乏数据中心中可用的 巨大计算资源和能源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意味着 AI助手的回应速度比从云端回应更快 甚至可以在离线状态下工作 确保在个人设备上回答查询 而不将数据发送到云端 还可能带来隐私益处 这是苹果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区别点 我们的实验旨在优化个人设备上的推理效率 研究人员们在论文结论中写道 苹果在包括Falcon 7B在内的模型上 测试了其方法 Falcon 7B是阿布扎比技术创新研究所 开发的一个开源LLM的较小版本 将LLM优化为在电池供电设备上运行 一直是AI研究人员的一个日益关注的焦点 学术论文并不直接表明 苹果打算如何为其产品增加新功能 但他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洞察其神秘的研究实验室 和公司最新的技术突破 苹果尚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定义人物与事件影响 苹果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与发展 一直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的成熟 创新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此背景下 苹果的人工智能研究 尤其集中在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应用上 旨在提升智能手机的功能 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生成是人工智能 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个领域 它涵带了从文本生成到图像创作的各种技术 苹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表明 公司正致力于开发能够在其旗舰产品iPhone上运行的LLM 这一策略与其主要竞付如微软和谷歌的云计算模式形成对比 智能手机市场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首次明显下滑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 出货量在某年下降了5% 这一趋势促使设备制造商和芯片制造商寻求新的增长点 人工智能功能成为了一个潜在的增长驱动力 苹果的LLM研究进展尤其引人注目 该公司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 闪电般的LLM指出了一种新的方法 可以解决在内存受限的设备上运行LLM的计算瓶颈问题 这项研究于12月12日公开 并在Harding Face平台上获得广泛关注 在个人设备上运行 LLM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 智能手机相比数据中心缺乏大量的计算资源和能源 苹果的研究着力于优化推理效率 及大型语言模型对用户查询做出回应的过程 这样的技术进步不仅能提升AI助手的回应速度 还有可能使其在离线状态下工作 并带来隐私保护上的益处 苹果于2011年推出的Siri是最早的虚拟助手之一 但自OpenAI推出聊天机器人ChatGPT以来 苹果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被认为落后于其他科技巨头 然而自2018年起 苹果通过聘请前谷歌AI高管约翰 吉安德里亚开始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 未来苹果的竞争对手包括三星等公司 也计划推出重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手机 预计到2024年将有超过一亿部以AI为核心的智能手机出货 并且到2027年将有40%的新设备提供此类功能 全球移动芯片制造商高通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预测 人工智能的引入将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体验 并有可能扭转智能手机销售的下降趋势 它预示着到2024年初 市场将看到许多具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功能的新设备 这将开启智能手机新的升级周期 谷歌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 并于本月推出了其新的Gemini LLM版本 该版本将在其Pixel智能手机上本地运行 这显示了行业内对于在个人设备上实现高效运行 LLM的共同追求 苹果的研究成果和市场策略提供了对其研究实验室的罕见洞察 虽然学术论文并未直接揭示该公司将如何为其产品增加新功能 但他们无疑为业界提供了 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技术突破和未来方向的重要参考 苹果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哪些? 苹果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苹果公司一直在秘密地进行人工智能研究 不过近期有一些成果逐渐浮出水面 以下是苹果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一、大型语言模型LLM的移动适配 最近的研究亮点之一是苹果公司对大型语言模型LLM的适配与优化 2022年12月12日 苹果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闪电般的LLM》 其中提出了在内存受限的设备上高效运行LLM的方法 这项研究聚焦于如何在智能手机等个人设备上实现LLM的推理能力 这对于提升虚拟助手的及时反应性和离线运作能力至关重要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地化 苹果的研究也涵盖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地化运行 该公司已经采取措施使像Stable Diffusion这样的图像生成模型 能够在苹果自家芯片上运行 这表示苹果正在探索如何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 直接整合到其设备中而非依赖云端计算 三、Siri的持续进化 作为苹果旗下最著名的人工智能产品 Siri的进化同样是苹果研究的重点 虽然具体的研究细节未必公开 但苹果不断推出的Siri更新显示了其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持续进步 四、隐私保护的人工智能 苹果一直强调隐私保护 其人工智能研究亦不例外 苹果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提到 他们在优化个人设备上的推理效率的同时 也考虑到了不将数据发送到云端的隐私设计 这意味着苹果的人工智能不仅追求性能 还注重用户数据的安全与保密 五、硬件与软件的协同研究 苹果的硬件优势是其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公司的研究不仅涉及软件算法的创新 还包括如何在A系列芯片上最大化这些算法的效能 这种硬件与软件的协同研究 有助于苹果在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 总结而言 苹果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集中于提升大型语言模型的运行效率 将生成是人工智能技术本地化 进化虚拟助手Siri 强化隐私保护措施 以及硬件与软件的紧密整合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展示了 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步 也为未来的产品开发指明了方向 智能手机上运行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面临哪些技术挑战 智能手机上运行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技术挑战 大型语言模型 LLM如GPT3和BERT 已在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然而 将这些模型直接部署到智能手机上 已提供即时离线的语言处理服务 面临着一系列技术挑战 计算资源限制 智能手机与数据中心相比 其处理器的计算能力有限 LLM通常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 特别是在模型推理阶段 因此 这要求模型必须进行适当的缩放和优化 以适配移动处理器的能力 能源效率 智能手机的能源供应来自其内置电池 这对于运行高能耗的LLM构成了限制 高效的能源管理和模型优化是必要的 以确保不会过度消耗电池寿命 存储空间压力 LLM需要存储庞大的参数数据集 这在存储空间有限的智能手机上是一个挑战 模型压缩技术 如知识蒸馏和权重减脂 被用来减少所需的存储空间 同时保持模型的性能 延迟敏感性 用户期待智能手机上的应用 能够提供及时反应 LLM在推理时可能会导致显著的延迟 特别是在复杂的查询处理中 因此 模型的推理时间需要优化 以满足用户的期待 隐私和安全 在智能手机上 本地处理敏感数据要求 LLM必须遵守严格的隐私和安全标准 这涉及到数据加密 访问控制和隐私保护机制的实施 用户交互 LLM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 需要考虑用户交互的特点 这包括触控屏幕的输入方式 用户界面 UI的设计 以及语音输入的整合 模型更新和维护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 和用户需求的变化 LLM需要定期更新 在智能手机上进行模型更新 要求有高效的更新机制 以减少对用户的耽扰和数据使用 总结 将大型语言模型部署到智能手机上 需要克服计算资源 能源效率 存储空间 延迟 隐私保护 用户交互 和模型维护等多个技术挑战 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 将推动智能手机的功能扩展 并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和个性化的服务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 未来智能手机上的LLM将越来越成熟 为用户带来更丰富的交互体验 随着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下降 苹果如何调整其人工智能策略来维持市场竞争力 随着智能手机市场饱和 出货量普遍下降 苹果公司面临着如何调整其人工智能策略 以维持市场竞争力的挑战 以下是苹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些策略 增强核心AI技术 苹果持续投资于其核心人工智能技术 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领域 公司不断优化其语音助手Siri的性能 并在2020年推出了基于神经网络的语音识别技术 以提供更准确的语音识别和更自然的交互体验 本地化AI功能 苹果在其设备上本地化AI处理 而非完全依赖云端服务 这不仅提高了响应速度和隐私保护 也使得AI功能在无网络环境下依然可用 苹果的研究论文 闪电般的LLM展示了公司在这方面的进展 智能硬件整合 苹果的A系列芯片 已经包含了专门的神经网络引擎 用于高效处理AI相关任务 公司不断提升芯片性能 以支撑更加复杂的AI运算 并为用户提供更流畅的体验 用户体验创新 苹果通过创新的用户体验来吸引消费者 例如 公司于2019年推出了Deep Fusion摄影技术 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在拍照时进行像素级的优化 从而提高照片质量 隐私保护 苹果将隐私保护作为其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卖点 公司的AI策略强调 在本地处理数据 以减少将用户数据上传到云端的需求 并通过各种隐私保护措施来增强用户 对于苹果产品的信任 产品生态系统扩展 苹果通过扩展其产品生态系统来增强市场竞争力 该公司不仅在智能手机上投入AI技术 也将其应用于iPad、Mac、Apple Watch等设备 以及HomePod等智能家居产品 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无缝连接的智能生态系统 战略合作与收购 苹果积极进行战略合作与收购 以强化其人工智能能力 公司近年来收购了多家AI初创公司 如2020年收购的Sner AI 专注于在边缘设备上运行AI模型的技术 总结而言 苹果公司透过强化核心AI技术 本地化AI功能智能硬件整合 用户体验创新 隐私保护 产品生态系统扩展 以及战略合作与收购等多方面策略 来调整其人工智能策略 以应对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下降的挑战 并维持其市场竞争力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